我们昨天说到霸王在新加坡重新布局 那我们也找到他之前合作的加盟商的 原来有十几家店被翻牌以后的这个店 首先从这个品牌形象来看 就已经落差掉得很厉害了 确实这个你一个区域的加盟商品牌 十几家店 你要跟一个几千家店的这个大系统 来去做到人家的设计和整体的质感 这个差距是很大的 VI的设计和店面突出的那种形象 专业度都下降得非常厉害 那三标呢也是用了一些原来霸王用的严肃 那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差异 同时产品上我们也喝了一下 确实产品的落差也出来了 一个是原来像他的卖的最好的这个白桃 其实这个跟国内还是不一样 他们这边还是在推这个白桃 但是他的相经的这种感觉 就跟原来霸王用的还是有差别的 因为体量各方面达不到 包括这个大红袍啊还有奶啊 因为你换了品牌以后 你的供应链其实上次要临时重建 这个如果说当你没有优势的时候 你重建供应链重建产品 其实都会反映在这种产品上 所以我们看到店里的生意呢 其实看不出是真正的大品牌的 一个生意的状态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位置 人来人往也偶尔就有一两个人去看一看 所以这也是我昨天说的 当一个区域品牌去加盟的时候 最好是大家能够持续的深度合作 达成双赢 因为时间很重要 我大家不去把握好这个机会 可能其他的大品牌 或其他的强势品牌慢慢就占领这个市场 如果说这种先发优势不保持好 其实是很快会失去的 所以如果是说区域加盟商 最好的还是要考虑的就是 大家能够记忆未来更长远的目标 真正的做下来 把事情谈得往同一个方向发展